在哲学和科学的交汇处,有一个引人深思的概念,称为无限猴子定理。 这个理论假设,若一只猴子在打字机上随机敲击键盘, 经过无限长的时间,它将有可能打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。 这一想法不仅引发了对随机性的思考, 也让我们对时间和宇宙的本质产生了疑问。 宇宙中的一切物质都是由基本粒子构成的, 而这些粒子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无规则的运动。 那么,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, 构成宇宙的所有粒子是否有可能回到过去某个时刻的状态呢? 如果可以,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宇宙正处于不断的轮回之中呢? 要探讨这个问题,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条被称为最让人绝望的物理定理及商的概念。 1865年,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首次提出了商的概念。 商世纪上是衡量一个系统内在混乱程度的毒量, 他描述了系统的无序程度。 根据商的概念, 一个封闭的无序系统内, 热量总是从高温流向低温, 有序状态会逐渐转变为无序状态。 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, 也就是说,系统的混乱度会不断增加, 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也被称为商增定律。 这也是为何我们会看到一杯热水放久了会逐渐变凉, 常年不休的房屋会变得破败, 甚至一个原本整洁的房间如果无人打理也会渐渐变得凌乱。 这一切现象的背后都是因为尚在不断增加。 这一定律不仅适用于物理系统, 也适用于生命系统和整个宇宙, 因为它揭示了宇宙演化的最终命运。 自从138亿年前宇宙诞生之日起, 毁灭的结局便早已注定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 宇宙中的一切都在遵循着商增定律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 恒星们在宇宙舞台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, 其中我们的太阳也不例外。 随着内部氢元素的不断消耗, 太阳的生命正一步步走向终点。 大约50亿年后, 太阳核心将不再能够维持氢聚变开始塌缩, 随之而来的巨大能量将迫使其外层膨胀, 变成一颗巨大的红巨星。 那时, 太阳的半径将超越地球的轨道, 吞噬我们曾乃已生存的家园, 地球将在烈焰中化为尘埃, 从宇宙中永远消失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